4月6号 格鲁吉亚首都蒂比斯利发生抗议事件 抗议者在议会大楼外躺下抗议乌克兰战争 据报道 在议会大楼外 抗议者们呈各种姿势躺下 双手被绑于背后 部分抗议者身上还佩戴了乌克兰国旗徽章 此外 在乌克兰大使馆外 也能看见首识乌克兰国旗的抗议者 据报道 乌克兰官员周三 开始敦促居住在该国东部地区人们撤离 因为在俄罗斯撤出基辅后 预计将加强对该地区攻势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三要求欧盟做出更严厉的回应 并批评欧盟领导人仍然认为战争罪行 并没有像经济损失那么可怕